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Google Facebook 前幾天說 因為擔心香港的起底法落實之後 聲稱擔心影響言論自由和相關員工 要脅香港政府說可能會隨時撤資離開香港市場 結果到了昨天立即轉態 說我們還是不會離開 其實關於這宗新聞 井仔我會替大家揭秘一下 其實這些網絡巨頭公司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們就算要貼錢 也要繼續留在香港市場 究竟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我會替大家慢慢分析一下 井仔我會藉著這件事 去和大家讚揚一下 其實中國的網絡安全思維 是足足領先我們平民 至少十年或以上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聲支持 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訂閱讚好 把影片分享給朋友 或者掃描一下旁邊的二維碼 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現在節目正式開始 照舊讀少許新聞 科技巨頭公司 Facebook、Google、Twitter 聲稱擔心港府的起底條例實施後 他們的員工只要不合作 不交資料出來 就擔心會被人起訴 諸如此類 還有很多藉口 例如言論自由、私隱、人權等 要脅香港政府 如果你真的下手去做 我們就準備離開了 不過這些明顯 絕對一定是這些公司說謊 而他們這樣做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去試探一下 香港政府的口風 看看究竟香港政府 會不會屈服在他們的力量之下 不過今次就很開心 看到香港政府選擇站硬 說得明說 你們要走的就走 好閒不送 所以結果昨天的新聞 那班科技巨頭公司 立刻轉態就說 沒有的 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們都沒有想著離開香港 明顯想挑戰一下政府的底線 結果發現自己這次失敗了 踢中了一塊鐵板 立刻收檔 現在就用一個比較現實的角度 去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這些資本主義的公司 他們絕對是不會理活員工的死活 如果真的有員工被人抓了 那些公司便請過下一個 反正那些Facebook Google這些公司 他們身高良長大把人搶著做他們的位置 還有大家想一下 萬一他們真的有員工被人抓了 那些員工都肯定不是高層 又是幫忙做Reception 接待員那些齒輪員工 根本就是個個都是可以被人取代的員工 絕對不可能會抓到一些類似喬布斯 這些全世界只有一個天才 所以那些所謂的公司 就說要去保障他們的員工權益 擔心他們受到任何傷害 而想著離開香港這個市場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方天夜談的謊 另外第二 其實香港本身絕對是一隻懂得生金蛋的雞 那些資本主義公司 會不會為了去保護所謂可以替換的齒輪員工 而去放棄一個每年可以幫他們賺幾億 甚至乎幫他們賺十幾億的金蛋 所以他們那套聲明的邏輯根本就不合理 根本都扣不住 老實說我第一眼看的時候 我都在想 其實他們說話這麼不合理 是想著騙什麼人呢? 還有就是現在都2021年 現在科技都這麼發達 那些什麼Facebook Google 他們都已經不再是一個獨家的市場 萬一他們真的選擇離開香港的話 其實大把中國的網絡企業都侯著我們香港這一塊肥豬肉 到時他們真的選擇離開香港 就看看他們Facebook的股價會不會變維他奶 另外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就算貼錢 都要繼續留在香港這個市場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外國勢力背後的幕後黑手 其實會在後面補貼這些網絡公司的損失 說一些很貼身的例子 如果大家經常有用Facebook 周圍去留言 去分享一些正常人的訊息的話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都會經歷過 即是會被人禁止 甚至乎莫名其妙被人封鎖 甚至乎刪除留言這件事都肯定會出現過 還有就是說 即是Facebook和YouTube 他們是容許很多黃人的訊息留在這裡 有很多黃人的烏尼媽叉 抹黑 假新聞那些 Facebook YouTube是容許他們留在這裡 但就不知為何我們正常人的資料和分享的訊息 就會經常受到打壓 處處被限制被刪除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這些科技公司沒有在香港的話 究竟那些黃人所謂的文宣 可不可以散播到全香港周圍也是呢? 在19年的時候 還會不會有那麼多人受到催眠出來 亂做事破壞香港呢? 所以說到這裏大家都會明白 就算那些公司在香港一元都賺不到也好 都一定要留在這裏 要不然他們怎樣做外國勢力的文宣散播機器 繼續散播他們那種意識 想著去搞亂我們香港 因為說起這件事 所以一定要去讚揚一下 中國網絡防火的萬里長城 因為我自己大概在六七年前左右 我有時都會覺得 這個防火牆很討厭很麻煩 搞到我回大陸的時候 又用不到Facebook 又用不到WhatsApp 但現在人大了 看兩年前19年發生過的事之後 就會發現中國的這個行為 極度有先見之明 大家可以想一下 2019年的時候 如果Youtube、Facebook這些社交平台 可以在中國國內任意還行的話 究竟會有多少中國人會被人洗腦 到時整個中國 真的會被外國勢力玩到騰騰轉 還有大家可以反過來想 如果2019年的時候 香港已經沒有了Youtube、Facebook 相反大家在用微博、看Bilibili的話 究竟2019年的時候 香港還會不會出現那時的亂局呢? 這個問題大家深思一下就會明白 一聲明白了 根本為何那些公司賴死都要留在香港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我們有時正常人的思辨 當然都要舉一反三 我們都可以反過來想想 其實中國設置這個龐大的防火牆 是否代表中國真的徹底放棄和整個世界的網絡交流呢? 事實上當然不是 因為中國的網絡公司 如果他們有需要連接到國內的網站 其實他們有一套合法的流程 可以和中國的當局去申請 到時申請成功之後 他們照樣可以用Google去解除相關的網絡限制 不要說一些賺錢的公司 其實國內的大學 只要你願意申請 你同樣可以突破防火牆的限制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時讀大學 有時有很多學術交流 你必定要去到一些外國的網站 去看別人的論文 所以其實中國的網絡管制是很寬鬆的 不單只是賺錢的公司 就算是大學你去進行一些學術交流 中國只要是你願意申請 都會批准你去接觸很多外國的知識 外國的論文 根本就不像那些黃人抹黑所說 中國完全沒有言論自由這回事 還有就不要說那麼遠 說一些比較貼身的例子 例如中移動這些網絡公司 電訊商很多都說明 甚麼一卡兩號的上網卡 只要你光顧他們 他們確保你拿著那張上網卡 在國內都可以用到Whatsapp 用到Google 上到Facebook 問一句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收緊言論自由 真的沒有網絡言論自由的話 有心封鎖 一早都可以封鎖這些中移動的上網卡 怎會還給網絡公司電訊商標明 你用我們這款卡 就可以在國內正常使用Google WhatsApp 所以根本就突顯得出 中國政府對於網絡世界的管制 根本就很寬鬆 其實不存在限制網絡自由的這件事 只不過是永遠有一小撮人 故意將一些想做違法的事 跟網絡言論自由掛勾 就像那些小學生邏輯 去逼別人做一些二選一的選擇題一樣 目的就是希望令到香港或中央政府的面子難堪 但其實這些小朋友的邏輯和謊言 根本就是經不起現實的衝擊 所以我們正常人有正常人的思維 再加上我們日常生活的觀察 我們是絕對不會想那些黃人檔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支持一下我井仔 好 是這樣 拜拜